包谷啊,你见不见Mac有包谷啊 我是阿堪 阿堪是我 阿堪TV 在这里 Let's go 这支影片是用Sony ZVe纯测试和随便拍的收音 也是使用相机本身内建的麦克风0 Edit 0,调音谷歌,发音棒棒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堪 今天我来到这个Icon City的主日Center这里呢 是这个,叫什么这间 无辣不换 无辣不换 然后今天有我的朋友啦 Paul你在这里,要给你一个Y号 我们有奶茶哥 这叫叫麻辣哥 麻辣哥,整天吃麻辣这样 这里呢,就是选菜呢,是要分开的 菜呢,就是 你要选这个叫什么,一锅 一锅菜 这是一个碗装菜,一个碗装肉 这里呢,就是它的选料 哇 这个没有人哦,今天是我们两个人包场 OK,好啦,所以现在呢,我们先选东西吃 等一下我们再慢慢聊 这个地方呢,是在主日Center的第三楼 对面呢,能看到有这个Azuma Sushi 甜手餐 小汽茶 热甜之类的 这个是我们拿的 这个,属于菜类的东西呢 好像我们要拿这些 属于肉类的食材 然后呢 当你呢,拿什么 我就吃什么 拿这个手工肉碎 辣肠 他最喜欢吃的 辣肠 台湾香肠 是台湾人拿的啊? 香肠 然后三层肉 Let's go,就是我们拿的 肉类 我们猜看这两锅东西多少钱 OK,刚才那两锅东西呢 大约五十九令吉啦 就是说平均一个人呢 差不多三十左右 如果你拿的 你的材料拿的多的话 当然是越贵啦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上去楼上 在背光哦 所以你看到我的人呢 是安的 OK,这个呢 就是我们点的这个 麻辣干锅 它的份量呢 有几大碗,你看一下 比我们的多 你的脸还大 对比 OK,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加了这个 金拌面在里面 OK,可以吃了 我捞一捞啊 不知道它的麻辣味 好不好吃 我们今天选的这个是 小辣 就是两条辣椒的辣度 不想吃太辣的原因呢 是因为 怕等一下那个肠胃不舒服 然后呢 隔天呢 就要一直 一直的 跑 就是上厕所 然后呢 菊花会痛吗 应该不会啊 小辣度 太辣的话 怕菊花会 爆开 爆菊 你记不记得没有包菊啊 呵呵呵 OK,这是我们的午餐 我要尝 辣不辣的 它录制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红灯的 速度还放那边有没有啊 对对对 没有注意到 因为不习惯啊 OK,现在呢 我们要吃我们的午餐啦 然后呢 这个味道如何 嗯 不会太辣 有香 还不是最香啊 OK 这是因为我们只是叫小辣而已 我刚刚吃了 它的这个麻辣的味道呢 是 还可以接受的 然后呢 是蛮香的 然后辣度呢 只有两条辣椒的这个辣度啦 OK 但是我吃过另外一家 在北海 阿罗马 City那一边 那一个麻辣干锅 我个人呢 就比较喜欢那边的味道 因为那边的麻辣味呢 就 更香 OK 这个辣度呢 这个麻辣呢 其实已经是很好了 只不过因为我是中口味的 所以呢 那一边呢 就比较适合我 下次我带你去吃 OK 好 愿定你 愿定你啊 然后呢 顺便呢 我也来测试一下这家相机的 这个收呢 现在的收音呢 是使用这一个 啊 相机本身的这个麦克风 然后呢 装上了这个 这个兔毛防风罩 你们觉得这个声音OK吗 等一下我拖开这个 这个 防风罩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对比 OK 我已经拖了这个 兔毛防风罩 所以你觉得现在的声音如何 OK吗 我现在 不知道它的 这个 对比是如何 回去 啊 剪片的时候呢 才能够 啊 去 灌订了 背景音乐太大声了 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 嘿嘿嘿 我希望背景的音乐呢 不会让我的这个影片 啊 就是 中这个版权的问题啦 哈哈 还有一样东西要测试的就是 它有这个产品的 这个展示功能哦 所以我现在也顺便来测试一下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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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说呢 以后我展示东西 我不需要这样子 可是展示东西 是要 网红手势一定要有的 这个是因为它 focus不到 所以我们要这样子做 网红手势 所以我们看它几厉 不能我这个红鱼跟红鱼 你看看不到我 下 上 下 上 我的脸 哈 我的脸 哈 我的脸 你是玩疯了吗 哈哈 我觉得麻辣生锅 这个是最 最给力的 感觉就是添加 一定要有的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很脆 这个是台湾香肠 五花肉 嗯 我觉得这支影片上不了 我觉得这支影片上不了 嗯 我觉得这支影片上不了 有什么 有一个杯子 有一个 我的Youtube肯定没干的 哈哈 哈哈 所以 要找一个 要找一个 新一点地方看 来 现在呢 我要测试这家 相机的 这个 Steady Shot 也就是防震的功能 它呢 一空呢 就有三段 就是 Off 然后 Active 跟这一个 这个普通的 叫什么呢 哈哈哈 就有三段功能 那现在呢 我是把它关掉了 ok 所以呢 看起来呢 应该会蛮震一下的 ok 现在呢 刚才呢 我就说到它有三段的 这个 防手枕的这个功能 现在我开的 这个是standard的 ok 所以呢 standard的这个呢 应该还ok吧 还是很抖啊 哈哈 好现在我开Active的 ok 这个呢 就是Active的 防手枕 的功能 怎么变大连了 哈哈 我们能看到呢 Active的话呢 它的画面呢 它是已经cut掉了的 所以呢 变成了那个头呢 还蛮大的 不知道这三段呢 有什么分别吗 ok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要test它的这个录音 现在这个录音呢 是用它的内建的麦克风 然后还没有装上这个 啊 我们叫做兔毛防风罩 ok 现在我把它装上去 ok 现在呢 是已经装上这个兔毛了的 所以呢 那个收音应该会比较 清晰一点点吧 也没啥大分别啊 哈哈 就是那个背景的音 那个声音呢 应该没有这样吵哦 风声是没了啦 哈哈 ok 我要看回播我才知道 好 就是这样子 只是简单的测试一下 没有做太多的设定下一支影片 再和大家分享 Sony ZV1的优点和缺点吧 记得订阅阿坑TV啦